所幸 硝烟在一路上收刮的纳戒之中 也是储备了一些药材 特别是蓝山战队和斗神联盟战队 所获得的药材都有着大作用 硝烟凑了一凑 便是勉强凑够了三副九转凝血丹 至少这样 能够炼制成功的几率要大一些 当天 你来负责融合 金陈涛兄 你来负责提炼 我来负责最终炼制 硝烟立刻安排道 浪天和金陈涛都是轻轻点头 炎霸 三人便是都盘坐在了药顶面前 金陈涛的火焰 比起硝烟的天火 也是半斤八两 毕竟是从一个传承着火焰的上等借口而来 其火焰的威力也是相当恐怖 他来提炼 可谓再合适不过 先知元气涌动 金陈涛的火焰是红色之中带着一种暗金色 火焰涌入药顶之中 砰的一声 红金色的火焰便是生腾燃烧了起来 众人的眼睛也是透过药顶之中的火焰 脸庞都是映照成了火红之色 看着药顶之中那强悍的火焰 周长安也是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似乎也在为金陈涛而感到骄傲 我开始了 金陈涛的炼药指数也是相当熟练 药材的品阶皆是不低 但金陈涛仍然能够同时去提炼百种药材 不过 这枚九转凝血丹所需要的药材 则是上万种 光提炼便是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更别说去融合 所以 这枚丹药没有三名炼药师 的确难以炼制出来 金陈涛将药材提炼成了药粉和药液 浪天这边 也是熟练地将先知元气化作了火焰 虽然他的火焰不及消炎和金陈涛 不过 浪天负责的融合 所需要的火焰要求并不高 而且 浪天实际上的炼药天赋并不比消炎弱 又因为 浪天对炼药极为痴迷 俗话说 勤能补着 若非是灵魂之力受限 浪天的炼药水平 会是在消炎之上 未来的浪天 若是能在灵魂之力上有所突破 炼药之数 定然会成长到一个 令人恐怖的程度 所以 即便如今浪天 灵魂之力稍弱 但是凭借其自身的炼药术 也是毫不逊色 融合药液出现的差错极小 即便出现差错 也总会有办法解决掉问题 然而 消炎压力倒是更重一些 消炎需要准确地把控药粉和药液的融合 步骤必须准确 差一步都会导致炼丹失败 消炎的药顶之中 悬浮着上千种药液和药粉 第一副药材 已经全部提炼融合完毕 就等消炎这里最后一步承担了 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交给了消炎 消炎手掌一翻 十枚血红色的磨合 散发着浓浓的血腥之气 轻轻一挥 便是射入了药顶之中 以此同时 消炎的五彩天火便是升腾而出 整个药顶之内 火焰腾烧 四周的温度骤然提升 不过好在早已布下了结界 以至于不会引火烧山 消炎此时全神贯注于石煤磨合之上 丝丝血气 从那磨合之上弥漫缠绕 在药顶之中顽强地抵抗着 这石煤磨合也是承担的重重之重 僵持了片刻之后 消炎体内的先知元气也是暴勇 消耗可谓是极大 终于 这石煤磨合才尽数被炼化 最后 消炎将一一炼好的药粉和药液 不断揉合 而后在药顶之中 变成了一团浆糊状的能量团 缓缓地飘荡在药顶之中 在消炎天火不断地烘烤之下 药粉和药液不断地融入 浆糊状的能量团 也在慢慢地被揉搓成形 一枚坑坑洼洼的血色丹药 似乎就要成功了 丹药的雏形已现 表面之上并不平整 虽然是圆形 但却是那种并不规则的圆形 不过雏形的出现 消炎此时 也是松了一大口气 看来 这第一次炼制 这九转凝血丹 便是要成功了 消炎控制着药顶之中 融合的浆糊状能量团 也是不断地覆盖在了 丹药的雏形之上 然后有规律地旋转 以消炎的圣境灵魂之力 不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一丝差错 将天火的温度 也是把控得刚刚好 丹药渐渐成形 丹香也是缓缓地弥漫而出 消炎控制着天火 也是收放自如 火焰的温度 被压制到了最低点 一瞬间 药顶之中 一枚通体火红 上面还有着云朵一般花纹的丹药 便是最终成形 不过 丹药虽然成形 但最后一步 还得要去面对 丹药所招来的丹雷 这种丹药的品阶 若是消炎 想让它有灵质 它便完全可以拥有灵质 所以 招来丹雷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天空之上 雷云密布 雷声更是轰鸣 对付丹雷这种事情 周长安 则是要一马当先 不过 就在他身形略出之际 一只手掌 却是压住了他的肩膀 硬是将他推了回去 只见消炎修长的身形 直接略向天空 这种雷霆之力 比起断雷台 可是要弱上不少 不过总的来说 对消炎的太古神雷体的修炼 或多或少 还是有些帮助的 丹雷思笑 一抹闪电 便是划破天际 将四周照得通明 依此同时 整片森林 也是有着一抹丹香飘荡 无数魔兽 纷纷仰头嘶吼 眼眸之中 都是掠过一抹疯狂 但是 这抹疯狂 却是很快就消失了 纳莫震上他们的血脉 印象深刻 谁都不敢造次 半空之中 消炎不躲不闪 先知元气 都未曾动用半分 直接是凭借肉体力量 去接下这抹丹雷 消炎被丹雷击中 而后又是树到丹雷 消炎身形 依旧旋利于半空 身上都是因为雷击 冒着青烟 雷芒噼里啪啦的 悬绕在他肉体之上 久久不散 雷芸终于散起 似乎这丹雷 一脚踢在了铁板之上 古言神族一众 却都是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消炎兄 这是在用丹雷断体 周长安提高了语调 难以掩饰的诧异 丹雷的威力 也是相当不俗 而且 这枚九转凝血丹的丹雷 更是不俗 起码堪比 四星斗仙的权力一击 这般威力 他竟然没有动用 一丝先知元气 周长安身旁的魏凯 也是惊讶地说道 丹雷过后 消炎的身形缓缓落地 身上衣衫尽数都被丹雷撕碎 那精壮的肉体之上 能够清晰地看到 丹雷所造成的伤害 雷雷伤痕 触目惊心 不过 消炎身上却是电芒流转 他飞速地运转太古神雷体 身上的电芒 竟是钻入了消炎的伤口之中 只见那些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愈合 消炎慢悠悠地穿上新衣之后 目光才缓缓地看向了 药顶之中 那枚散发着浓郁丹香的 通体火红 还有着云朵一般纹路的丹药 悬浮在其中 消炎健壮 脸上便是露出喜悦之色 似乎 很久没有因为炼制出一枚丹药后 会有这种开心之感了 成功了 周长安也是惊讶出声 显然 消炎的炼药指数 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得多 消炎轻轻点点头 他也有些震惊 因为消炎也没有信心 第一次辨识成功的炼制出 九转凝血丹 不过事实却是他们真的成功了 当然 这枚丹药能够成功炼制 还要归功于金晨涛和浪天二人 也是做得十分完美 否则 也不可能如此顺利 金晨涛也是站起身来 不光看着平躺在消炎手中的 九转凝血丹 眼眸之中泛起精芒 说道 这枚丹药 已经超过了圣制二品 这品阶应该足以媲美 圣制三品 甚至四品的丹药了 消炎微微一笑 拿出玉瓶 轻轻地放入 开门大吉倒是好事 不过 炼丹这种事 不是第一枚成功了 接下来 就会一帆风顺 继续炼丹吧 久违的感觉 也是激起了消炎的兴趣 仿佛当年 药老指导下 手法生疏的消炎 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最后 两次炼制九转凝血丹 第二次 还是失败了 所以 三副药材 只炼制出了两枚 九转凝血丹 不过能够成功两枚 已经是意料之外了 消炎手中拿着两个玉瓶 便是拿出一个玉瓶 扔给了周长安 长安兄 第二副丹药呢 开始吧 消炎轻轻一笑说道 炼制了三副九转凝血丹 也是极大的消耗了 消炎的灵魂之力 不过 调整一下 便能够继续炼制 可惜夏曾辉不是炼药师 否则 以他准欲接的灵魂之力 来炼制此丹 恐怕更加容易一些 周长安拿出了第二副丹药 眉头却是微微皱起 对着消炎缓缓地说道 这副丹药 名为护随雷灵丹 此丹药的药材 唯有五副 不过五副都并不完整 还差一副药材 我始终没有找到 消炎接过丹方 扫尸了一眼之后 便是瞬间看到了雷灵二字 消炎眉头 也是微微一皱 差雷灵吗 消炎问道 雷灵在这枚丹药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 雷灵周长安始终都未曾找到 雷霆之灵吗 顾名思义 消炎便是大胆地猜测到 周长安也是轻轻点了点头 也可以这么解释 我尝试过 这雷灵就算能够抓住 最终也会自动消散 根本无法保存下来 周长安苦笑着缓缓说道 消炎闻言 脸上表情倒是淡然许多 雷心指出 雷爆枪爆射而出 墨入天际 原本明朗的天空 顿时便是阴沉了下来 仿佛四周的雷电因子 都被迅速汇聚 那我来看看 这雷灵 我抓得到吗 消炎身上电弧闪烁 身形腾空而起 旋立在了半空之中 天空之上 黑压压的乌云 瞬息成形 那云层之中 便是有着雷光闪烁 雷霆迅速汇聚而来 这就是雷爆枪的威力 它本身也能够产生雷霆 但也能召唤雷霆 只要有云 只要有雨 皆可乘风乘雨 从而化成 充满着爆炸性威力的雷霆 天空之上 消炎手掌探出 竟是硬生生地 从那乌云之中 将雷霆拿了出来 一条雷霆 在消炎的手中 宛若毒蛇一般 发出痴痴的声音 消炎手掌一捏 手中雷霆 便是轰的一声 崩散而去 雷霆可不是雷霆 是雷霆之中产生的 些许灵质产物 不过这片地方 乃是森林 存在的雷霆 应该不少 四周潮湿的空气之中 都发出噼里啪啦的 电弧闪动 所发出的炸响 而乌云之中的雷霆 正在飞速地凝聚 而后 盘旋在了乌云的最中央 乌云倒转 形成漩涡 在那之中 一个无数雷霆 汇聚在其中 形成了一个雷球 而在那雷球之中 竟是探出了一只雷霆 这是雷兽 周长安头皮一麻 没想到 硝烟竟是一下子 就召唤出了一只雷兽 雷球之中的身影 悬浮在了众人眼前 一个庞大的身影 长着略微透明的双翼 头上长长的犄角 身上布满了 蓝白色的鳞片 浑身的鳞片 都是由雷霆形成 萧炎此时 倒是不紧不慢地 转过头来 看向周长安 问道 这就是雷霆吗 周长安一头黑线 雷兽便是由雷霆所化 它可比雷霆要厉害得多 体内也是由雷霆所组成 雷兽嘶笑 整个森林都是为之一颤 四周闪电 更是形成了一圈能量波动 散发而出 自雷兽下方的森林树木 尽数泯灭 直接炸成了粉末 尘土都被大片掀起 这雷兽虽然实力 可能只堪比人类六星斗蟹 不过 它却能随意地控制这里雷霆 那般手段 即便是六星斗蟹 都是要记得三分 周长安眼神威名 虽然不知萧炎 是如何把这玩意儿弄出来的 不过 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将其宰了 说不定 还真的能够抓到雷灵 这只雷兽乃是森林所产生的 实力也是不弱 不过 萧炎看着雷兽 目光倒是平静 只是淡淡地 看着嘶笑的雷兽 如果说 龙翼竹九阴的血脉 能够震慑绝大部分的魔兽 那么雷神 给予萧炎的传承 同样能够震慑 大多数的雷霆 即便这雷灵 成形于雷兽 萧炎 依旧有着绝对的震慑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